中文字幕樱 捍衛消費權益 我是好方方左邊 也是本節目的製作人 楊青亮 大家好我是廖志航 歡迎各位收看 買房賣房真相大追擊 志航 最近有一位屋主科小姐 尾多房仲以2500万卖出他的房子 而虽然房仲在接下尾多后 很快就找到了买家 不过他却跟柯小姐说 他接下来买家因为投期款不足的问题 所以想以不溢价作为条件 希望柯小姐帮他做技术合约 以解决投期款不足的问题 柯小姐虽然听得很心动 但却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有问题 这行你知道房仲所做的技术合约是什么吗 我想应该就是所谓的AB约吧 也就是让消费者签下两份成交金额不一样的买卖合约 一份A约它是用来跟银行申贷贷款及申报实价登录的 另一份B约才是真正买卖双方想要履行的买卖合约 这样不仅能给买家比较低的投期款条件之外 之后买家出售也能缴纳比较少的房地合一税 为什么签AB约可以做到这两点呢 因为拿来申报用的A约 记载的总价通常会比较高 这样就可以跟银行抄贷 我以柯小姐的状况来说 像柯小姐想卖的房子总价是2500万 假设贷款八成的话是2000万 这样买家投期款就要准备500万 但如果把实际总价2500万的房子设为B约 并用A约报成3000万 那这样在一样贷款的八成的情况下 买家的贷款可以贷到2400万 这样一来买方的投期款只需要100万了 所以用这样AB约的手法 买家就直接减少了400万投期款的负担 哇 原来很多号称可以0元买房的 就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是啊 而且如果买方之后再以3000万来转手 也会因为A约申报的3000万来看 是没有赚钱的 所以不会被刻到房地合一税 但以实际旅行的B约来看 还赚了500万元呢 所以不少投机客在面对房地合一 短期交易的高额税率下 就有很高的几率来做AB约来逃税 这么做难道不违法吗 这当然违法啊 拿A约给银行办贷款 会涉及触犯刑法的诈欺罪 而拿A约申报实价登陆 则会涉嫌触犯刑法的使公务人员登载不识罪 而且是买卖双方都会有被起诉的可能哦 那签AB约除了违法外 对买卖双方还有什么风险呢 当然也会有 对卖方来说 拿去申报成交金额越高 代表缴的税金也会增加 我以柯小姐的状况来说 如果他答应做A B约 那么光是从2500万 登载乘3000万 这500万的差额 即使用最低的税率15%来计算 他都要多缴70万的税金 而且如果买方有因此额外提出 要用现金来补偿他多缴的税 也有可能因为这些现金的收入 而被国税局查税 而至于买方则会因为 向银行乍贷的行为 影响到自身的信用 未来他是要办信用卡或是贷款 都会受到影响 加上还涉及逃税 除了会被国税局追讨 因为做ABA所逃掉的税金之外 还可能会有额外的罚款哦 这样听起来 被抓到做ABA的后果还挺严重的 但通常房屋买卖不是就买卖双方 加上房仲或代书三个人吗 这样只要参与买卖的三个人都不讲 做ABA也很难被抓到吧 很多做ABA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们忽略了房屋买卖的步骤中 移转是需要经过地震机关 报税要需要经过国税局 这些单位的人也不是第一次看到ABA了 所以一旦发现交易价格脱离行情太多 或是总价特别高的交易 只要查贷款的金流 就很容易被发现的 原来签ABA乍听之下 是让买方有更好的购物条件 同时也让卖方可以守住更好的价格 殊不知其实暗藏许多危机呢 是啊 很多没有相关知识的消费者 就会觉得这样对自己有利 不知道自己这样做 不但会有风险 而且还有刑事的责任 所以千万要注意 不要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节目的宗旨 挖掘事件真相 捍卫消费权益 若你买房卖房交易有纠纷 请让好房网新闻义务力士团来帮你 没错 有买房卖房的交易纠纷 可以点选影片资讯栏的爆料专线连结 或是有画面的QR Code 联络我们QR Code在这里 当然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哦 身上就是这一 捍卫消费权益 真相大追及 我们下次见